大家好 在我身后 一座客家民居 是在广东和园大坝楼下村的 中屋 是中原的故居 中原故居 首先我们从这个 中屋的斗门进来 中屋的斗门 楼下中屋 它是和平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那我们接下来 使这镜头 刚建中正 那这座中原故居 是由中原的祖父 始建于民国时期 那中原 它原名叫曾进胡 是和原市和平县大坝镇 鹅塘村人 1938年10月 在中山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早年曾任中共和平县委书记 东江重队第六第七支队政委 护航大队政委兼惠东县委书记 大亚湾人民抗议自卫总队政委 1945年10月 率东江重队第三支队 挺进九连山开辟根据地 任九连山人民自卫总队队长 1946年6月 率部队撤山东烟台 1949年9月南下 任两广重队第三第四团政委 立师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 曾任顺德县委书记 高雷军分区政委 越西军政治部主任 中共湛江市委书记 中共茂名市委书记兼市长等职 文化大革命期间 曾受到不公平待遇 1972年恢复工作 仍任中共茂名市委书记兼葛委会主任 1979年2月调任济南大学党委副书记 1984年5月离心 2008年4月并逝广州 这楼下中屋位于鹅唐村 坐西北向东南 唐横市建筑三唐两横 以前院布局 土木装瓦结构硬山顶 横屋歇山顶 灰瓦面 雷瓦为集 墙体歌坛沉重 青砖长角 泥砖墙 表面披抹 会将屋内青砖铺地 总面阔44米 总近深45米 占地面积1980平方米 连同渔平池塘 总占地面积2380平方米 楼下中屋 于2010年8月 被河平县人民政府 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金丝大利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